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下创建面板和修改面板 在创建面板里面,首先创建的是集合体 在集合体里面可以先创建一个长方体 创建好长方体之后,我们可以在它的修改面板里面对数据进行一些修改 修改到你需要的数据之后,也可以对转速进行一些添加 然后可以创建圆锥体 圆锥体在修改面板里面同样的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数据的调整 底面那个圆的半径可以进行调整 上面这个圆的半径也可以进行调整 还可以对高度进行调整 分段 然后是球体 同样的,在修改面板里面可以对其数据进行调整 还可以对它的光滑组进行取消 现在这个球体比较圆 我们取消它的光滑组之后 它会变得比较有棱角 还可以来创建一下几何球体 几何球体的布线和圆是不一样的 几何球体的布线和球体是不一样的 它是以三角面的形式来布线 在修改面板里面也可以对其数据进行修改 接着我们可以创建圆柱体 同样的,在修改面板里面可以对半径和高度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分段 还有光滑组的取消或添加 然后可以创建一个管状的体 管状体和圆柱体 是不一样的 它中间是空心的 在这里 在它的修改面板里面可以对外面的这个圆的半径进行修改 也可以对内圈的圆半径进行修改 然后是一个高度的调整 然后可以进行圆环的创建 圆环的创建 同样的在修改面板里面 数据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然后还可以创建 四人锥 四人锥 像平时看见的金字塔一样 同样的修改面板可以调整数据 再然后是我们Max里面的一个模型叫茶壶 确改面板可以对其数据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是平面 创建完几何体之后 我们再来对样条线进行创建 我们将视图切换到顶视图 在创建面板里选择图形 首先我们来创建线段 这是我们创建的一条未闭合的线段 在它的修改面板里面会出现 点 线段 样条线的层级 在这里我们选中点层级 可以对点进行调整或移动 选择 线段层级 可以对线段进行调整 选择 样条线 可以对样条线整个进行选中来调整 然后我们可以创建 然后我们可以创建 矩形 创建完矩形之后 在修改面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对它的长和宽 进行一些数据的输入 和调整 但是在矩形 但是在矩形里面没有样条线的点 线 的命令 在这里我们要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 样条线的命令 让它可以实现点和线段的一些调整 我们可以在修改的栏里面选择可编辑样条线 添加了可编辑样条线之后 它就会出现 点层级 线段层级 和样条线 我们就可以对图形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还可以来创建 圆 同样的可以在修改面板里面 对其的数据进行调整 也对它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 可以选中点层级 对点进行调整 或是对线段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我们再来创建一个 图圆 图圆也可以在修改面板里面 对长和宽进行一个调整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除了线段 它自身带有修改命令以外 别的都没有 都需要我们来添加可编辑样条线的这样一个修改器 在这里 每一次在修改栏里面选 会比较麻烦 我们可以配置一下我们的修改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 用显示我们的最前端 然后来设置一下 在这里可以增加它的个数 按钮个数 然后可以在这里再选择一下 刚刚我们需要的命令可编辑 一按条线 然后点OK 完了之后我们在这边 让它显示到顶端 现在就已经有了 我们选中这个物体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 这样它就可以对点线段和样条线进行修改了 再来我们可以创建弧形 可以对其数据进行调整 然后可以添加样条线命令 让它有点线和样条线的修改 再来我们可以创建圆环 创建圆环之后 一样的可以修改它的外圈半径和内圈半径 然后添加修改命令 可以对它进行一些修改 再来创建 多边形 数据的调整 添加可编辑 一样条线 然后我们还可以创建新型 可以创建文字 我们可以在它的修改面板里面 直接输入我们需要的文字 就行 还有一个 是螺旋 它是一个三维物体 我们可以对它参数进行一些调整 大小半径 还有一些高度 还有它的个数 扭转的 转圈的一个弧度 然后可以为它添挤 两条线的命令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最后有一个横切面 这就是我们图形的创建里面出现的一些标准的图形 创建完图形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样条线的一些属性和修改命令 首先 我们可以先创建 一个线段 再来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矩形 样条线 直接在修改命令里面 它会出现点 线段 样条线的层级 而矩形不会有 在这里我们可以为它添加一个 点 线段 样条线的层级 添加完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挤触工具 现在我切换到的是用户视图 用户视图的切换 是WAT加鼠标中间 选中它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挤触工具 对位闭合的线段进行挤触 它会形成单片 我们选中这个 矩形 对它进行一个挤触 它会形成一个实体的 几合体 平时我们在建筑中常用的就是这种实体的 然后 我们再来看看 在线段里面也可以形成封闭的线段 只要线段的首尾相连 它就能闭合 现在是否闭合线段 我们点试 闭合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挤触 它所现在形成的就是一个实体的集合体 介绍完样条线的集出之后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样条线的属性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线段 我们再创建一个线段 多创建几个 现在每根线段的颜色都不一样 说明它们是单个的物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 把单个的物体附加到一起 形成一个物体 我们只要点中这个物体 按鼠标的右键 有一个attach 附加 然后附加旁边的图形 现在 本是四个图形的线段 附加成了一个物体 我可以点中 点的命令它们都会显中 可以对它们任意进行修改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好比是矩形 我们画一个 如果我们要对这五个矩形进行指出 我们是不是只有一个一个的解 这样我们一个一个的解 把五个图形都集成集合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创建一下 我们将五个矩形附加成一个物体之后 我们只用几处一次 就可以将五个矩形全部几处 在这里 我们可以点鼠标的右键 因为它现在是矩形 所以不具备 附加的功能 所以我们只能将它转化为可编辑样条线之后 再来附加 所以我们在修改面板里面 为它编辑一个可编辑修改 样条线 然后 它下面有一个叫附加 在它的下达菜单里面也有 attach 附加 然后将它们附加为一个物体 附加完之后 它们会从统一颜色显示 选中任意一个五个物体都会被选中 现在我们对它进行指出 只用指出一次 它们就全部一起指出了 这就是样条线的一个附加功能 除了用附加者的功能 将每个物体 附加到一体 成为一个物体 我们还可以 取消这个开始 新图形的勾 然后创建的物体 从创建之初 就形成一个物体 群形也是 再创建一个 它们从创建之初 就形成了一个物体 而且它是自带有编辑 样条线的功能 这样如果我们创建五个图形 也可以一起指出 创建好之后 它们是一个物体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指出 就不用附加 只用勾选那个 开始 新图形的勾 取消就形 可编辑样条线 在建模中 是用的比较多的 它还有很多属性和功能 在以后的实列中 会做出详细的介绍 也好 可以推进行指出 ami好 请期待 好 谢谢观看